大家好,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个 很好吃的蒜蓉牛油多士 材料和做法都很简单 其实这个蒜蓉牛油多士我都反复焗过好几次 我近来就终于掌握了一个很棒的烤焗温度和时间 所以很想今天和大家分享 今天用到的材料就是眼前看到这两样 有一块白面包 是我自己用面包机焗的 另外我想介绍一支 是我在日本买的蒜蓉牛油酱 牌子名叫QP 即是平时我们吃开BB沙律酱的牌子 为了节省时间 我现在就预热了蒸焗炉 我先选择烤焗模式 再选择180度 按开始预热 幸好当时我买了两支 真的吃过翻沉味 我现在就开一支新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个好朋友旅行达人JBLIVE 又去了日本 我现在托他帮我看看日本多少钱 如果便宜的话再帮我多入几支 我好想告诉大家 一打开就已经有很香的蒜蓉牛油味 其实日本人想的真的很窝心 你看看头部 扁平壮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方便我们把牛油塗在多士上 吃这个蒜蓉多士 我自己就喜欢走边的 所以我首先用刀 把白面包四边的皮切走 再把它切成中间一开二 就可以单手拿着多士吃 我曾经想过会不会一开四 但一开四又太小 我现在就把蒜蓉牛油浆 塗到白面包上面 我平时吃面包不喜欢塗牛油 但我很喜欢吃蒜蓉包 算了 豁出去吧 最多明天吃清淡些 做运动吧 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有点完美主意 塗这个蒜蓉牛油都一样 我会慢慢用刀 塗匀每一个位 就算角落位 我都要充满蒜蓉牛油 我现在就铺好把烤炉纸在烤盘上面 再将蒜蓉牛油多士放上去 哇,时间真是刚刚好 我刚刚听到蒸烤炉 预热不成的响声 我将烤盘放入蒸烤炉里面 再交十分钟 按开始 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准备一些饮品 哇,这么快就十分钟了 让我给大家看一下制成品 微远已经看到金黄边了 用手敲一下 很香脆 蒜蓉牛油已经完全和面包融为一体 我知道蒜蓉牛油真的很罪恶 但白面包是我自己做的 又没有防腐剂 又少盐少糖少油 那是否可以炖均匀呢 立刻觉得这个蒜蓉牛油多士是健康食品 不得了啊 我真的忍不住要吃一口 我今天用了热锅的蒜蓉牛油酱 希望稍后可以新鲜做一些蒜蓉牛油 即是蒜蓉牛油酱 在香港的日式超市都可以买 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 还有赞好我一段影片 支持一下 拜拜